咱们中国有两句古话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一句叫城门失火 殃及持鱼 另一句叫神仙打架 小鬼遭殃 全个有用 今天日元贬到什么状态了 这和西方的蝴蝶效应 颇为有点相似 就是说 你有时候都弄不清 明明是别人的事 怎么突然就变成自己的事了 我觉得这两句话 用在今天的国际货币市场上 也是很贴切的 一个多月以来 当我们每个人都觉得 因为乌克兰战局的影响 俄罗斯的卢布 一定会一扁再扁之时 谁都没想到 卢布奇迹般的起死回生了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 卢布结算令的指引之下 卢布的壁纸大幅回升 现在基本上快回到战前了 虽然说 俄罗斯今天还遭遇着西方世界 超过5000条经济制裁 但是好歹人家 卢布的币值 现在是很稳定的 短期没有经济崩溃之余 然而 谁能想到 千里之外的乌克兰战局 竟然能使另外一个国家的货币 现在不断的贬值 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今天日元贬到什么状态了 100日元大概只能兑换 5个人民币了 有时候连5块钱都兑换不了 想想大概也就是两三年之前吧 曾经100日元可以兑换到6块2 6块4人民币之高的 那个时候很多中国人特别愿意到日本去旅游 我们到日本除了游山玩水之外呢 还会买买买 这两年由于疫情的原因 基本出境游是需要停了 但是如果疫情在未来半年一年得到彻底控制 出境游重新打开之后 很多再到日本旅游的国人会突然发现 你几乎买什么东西都相当于直接打那个八折一样 是的 日元今天确实是低的离谱 不光日元对人民币迅速贬值 尤其日元兑美元现在啊 已经冲到了一美元可以兑换125日元以上的大关 这简直是20年以来的新低啊 日本经济新闻社最近对世界主要25种货币的调查显示 在第一季度啊 俄罗斯卢布比上季末下跌了11.7% 在25种货币中跌幅最大 日元以5.7%的跌幅排名第二 跌幅远远领先于其他货币 可是别忘了 俄罗斯货币在第一季度末世狂贬 但是进入到4月份人家马上拉升回来了 日元不但没有拉升 反而进一步贬值了 特别是最近一个月之内啊 日元对美元就下跌了 接近7% 日元狂贬 对我国消费者来讲 那肯定是个好事了 因为长久以来 很多人是特别愿意到日本旅游 特别愿意买日本商品的 尤其是各种各样的日韩代购呢 是大行其道 很显然 原来100日元能折算6块4人民币 现在100日元连5块人民币都折算不了了 那么我们代购起来 肯定是大大减了便宜 然而日元的狂贬 对日本经济来讲可不一定是好事了 有人说不一定啊 日本不是外向型经济吗 日本不是常年靠出口创汇吗 日元贬值了 那说明日本产品的价格就降低了 所以日本商品在全球的竞争力就提高了 应当有利于它出口才对呀 然而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的 首先第一 在最近10年以来 日本商品实际上在全球都退潮 尤其在我国 这一点似乎更为明显 十几二十年前 日本商品真是充斥在我国市场上 整整一代中国人都被种下了 日本商品是最好的这样的迷思 然而今天我们在市场上还看得到多少日本商品吗 恐怕除了日本汽车之外已经不多了吧 所谓代购也就是买点日本的糖果呀 化妆品呀 药妆商品 不光在我国市场是这样 在全球市场 日本商品的竞争力其实早就越来越不行了 所以即便日元贬值能够让日本商品获得那么一点点可怜的竞争力 但是这跟日本经济的损失比 那还是太微小了 日本在过去半年连续多个月出现了贸易逆差 这对日本而言可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我们了解日本是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国家 长久以来日本的经济模式就是进口大量的能源原材料 制成工业制成品出口到海外 这一来一往之间呢 日本能赚得很多顺差 所以日本经济越来越好 然而最近半年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在逆差呀 它进口的多出口的少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国际能源价格飙升 过去一年啊 由于美国不断在大印钞 所以抬升了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 今年美国本来想加加息 把这个通货膨胀摁下去 然而刚刚进入到加息通道之后呢 乌克兰那边战事又起来了 于是国际能源价格飙升 可是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发达经济体而言 它对于能源的需求和原材料的需求 那是刚需呀 不能说价格涨了 我就少买点 少买点 我这个经济就运转不灵了 所以它就只能硬着头皮咬着牙 去高价购买这些能源 那么自然就会使得它连续半年出现贸易逆差 而另一方面呢 日本国内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 也加剧了日元的贬值 刚才我们讲到 美国由于滥发了一年的钞票 通货膨胀太猛了 所以美联储已经进入到加息通道了 它已经加息了25个基点 而且在未来一年里 至少会再加息4到6次 当美元进入到加息通道之后 几乎美国所有的盟友 英国也好 德国也好 法国也好 阿大利亚也好 加拿大也好 他们纷纷要跟随 原因很简单 美元利息上去了 你的货币利息不上去 那么就有可能引得美元回流 本国经济遭殃 所以这些国家迫于无奈 它也得跟随美元加息 然而日本不一样 在美国英国已经步入加息轨道之时 日本央行迫于国内经济形势啊 仍在坚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方面市场预期美联储今后还会加快加息步伐 而另一方面日本央行最近多次实施以固定利率 无限量购买国债的公开市场操作 意在将日本长期利率控制在既定的低水平 但是这种反向操作给市场的信号是 未来日元和其他货币的息差将进一步加大 市场上抛售日元的操作自然会明显增多了 什么意思 当美国不断加息的时候 美联储是明白的 我加息对经济是有负影响的 我加息是有可能引得经济衰退的 但是没办法不控制通货膨胀不行 而日本央行现在迫于国内低迷的经济形势 明明在美元加息的时候 也不得不维持长期的低利率 这自然使得美元和日元之间的息差不断增大 所以市场上抛售日元的人越来越多 日元就越来越贬值了 其实不但日本央行在反向操作 我国央行也在反向操作呀 当美国步入到加息通道之时 我国却步入到了一个降息通道 去年年底今年年初以来 央行已经两次调低了LPR利率 最近各城市为了挽救房地产银行又下调了房贷利率 是的 我国进入到了一个降息通道 然而我们不担心 由于过去两年相比于全球其他经济体 我国经济的强劲 虽然我们在降息 美国在加息 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利差在缩小 但是人民币还是保持了强势的升值 很显然 一个国家货币的币值啊 跟这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可靠性 这是挂钩的 当乌克兰那边打起来之后 一夜之间卢布贬值了超过20%吧 但是人家俄罗斯经济是强劲的 像一个堡垒一样 人家有数不清的能源粮食 人家有强大的核武器保护自己 所以当普京一个卢布结算令出台之后 立马卢布价值就回升了 人民币更是这样啊 疫情以来的两年多来 全球经济我国是一枝独秀的 虽然今天我们也遭遇到了些许困难 但幸亏同行的衬托 我们经济基本面还是很好的 我们还是能够生产出大量物资 供应海外的 所以人民币在降息之时还保持了坚挺 而日元显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过往的30年 我们一直说啊 日本经济是停滞的 日本经济在30年的时间尺度上 保持着5万亿美元 基本没变过 然而恐怕从今年开始要变了 不是迎头赶上 而是掉头向下 您想想 日元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危局 日本经济对于国际能源和粮食的需求 依赖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一点恐怕比法国和德国还要惨 今天整个欧洲遭遇到了能源危机 哪怕他们都认定俄罗斯是敌国了 但是也不得不和俄罗斯买天然气 不得不和俄罗斯买粮食 日本又何尝不是这样啊 说实话 日本恐怕连拒绝的勇气都没有 而当乌克兰战争慢慢变成持久战之后 很显然国际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将维持在高位 这就使得啊 日本要花更多的钱去买这些东西 可是一方面 能源价格在上涨 另一方面 日元还在贬值 这就是一个双倍效应的打击啊 使得日本不得不花更多的钱 当然这样的花钱最终会传导到物价上的 所以由于进口商品价格持续飙升 日本企业的物价连续13个月同比上涨 3月份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了9.5%至112% 在纳入统计的744个商品品种中 有526个品种的商品价格同比上涨约占70% 长久以来日本人习惯了他们的通缩 他们或许会说在过往的30年我们这个经济停滞了 工资没涨 但是我们这个物价也很低啊 我们生活的还很快乐啊 然而最近半年以来由于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 日元的贬值 日本国内的通货膨胀也起来了 日本的物价也在上涨了 然而日本的工资可没有调整 而且从宏观层面上看 日本经济实际上比美国经济还要危险 因为日本的国债水平都占到了GDP的2.5倍到3倍之多了 这恐怕也是为什么日本不敢追随美国加息的原因 你见面加了一点点息 有可能把日元的汇率挽回了一点 但是另一方面 你政府要支付的国债利息就打着滚的往上涨了 现在日本政府要考虑的恐怕不是能不能还本金的问题 而是利息能不能逐年还得起的问题 所以哪怕美国在不断加息 日本也不敢跟 也只能放任它的日元汇率越来越惨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最近日本丧失了安全货币的称号 大家知道吗 在过往十几二十年 世界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 大量的资金会涌到日本追捧日元 因为他们认为日元是非常稳定的 日元是安全货币 然而这一次乌克兰危局之后 很多资本不再追捧日元了 他们感觉到日元在大量的贬值 它根本就不安全了 而很显然 长此以往下去 日元的持续贬值 将对日本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 我们以往不就说吗 这个趋势继续下去的话 我们人均GDP超过日本二分之一的日子 更会提前到来啊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上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thank you 谢谢观看